价值观大突破 道圣和夫的五项技巧将颠覆你的思维 教你如何大方而有技巧的生活 尤其是第五项 助你摆脱穷人思维 迈向成功与富裕 他在仅仅27岁时 首次创立的企业金池 就成功成为了世界500强 52岁时 再次创立了第二家企业KDDI 也成功成为了世界500强 78岁时 日本首相亲自上门邀请 皈依佛门的他拯救快要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 虽然他从未接触过航天领域 但他仅仅用了400多天的时间 就将日航转亏为盈 而且还带领日韩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利润第一 准点率第一 服务水平第一 今天要讲到的道圣和夫 他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从三流大学毕业后 连工作都找不到 第一份实习工作 甚至连工资都还没到手 公司就倒闭了 他曾度过了贫穷的时期 后来成为为了巨富 可以说他对于穷人和富人 都有过切身的体会 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 道圣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 一书中总结了穷人有六种大方 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 殊不知这种大方就是 点睛的穷人思维 害了无数人 让人下满一生 也无法实现阶层的跳跃 那么穷人究竟有哪六种大方呢 一 时间大方 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然而 穷人通常会浪费时间在琐碎的活动中 这些活动既不提高他们的技能 也不创造价值 他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看电视 玩视频游戏 在社交媒体上浏览 但这些活动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相反 这些时间的浪费使得穷人更加被动 难以取得进步 与此不同 富人非常珍惜时间 他们明白时间就是金钱 因此会更加有效地规划和利用时间 他们会设定明确的目标 制定计划 并且坚持执行 以确保时间用在了刀刃上 富人通常会通过学习新技能 投资 拓展社交圈子等方式来不断提升自己 使时间变得更有价值 一个例子是道圣和夫 他一直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充分利用时间来推动自己的事业 他认为 今天的勤奋能够决定明天的成就 这种时间管理的态度 有助于他不断取得成功 二 金钱小气 穷人往往在一些小事上 过于挥霍 追求虚荣 他们可能会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奢制品 或进行不必要的消费 但这并不会为他们的长期财务状况 做出实质性改善 这种金钱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穷人不断积累债务 陷入财务困境 富人则更加注重长期投资和财务规划 他们会设定财务目标 制定预算计划 并且懂得节制消费 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高质量的东西 但也会权衡利弊 确保每笔支出都有明确的价值 这种理性的金钱管理方式 有助于他们积累财富并保持财务健康 道胜和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一直生活的相对简朴 注重节约 他明白一分一毫的积蓄 可以为他的创业提供本金 因此他不轻易浪费金钱 而是将其投资到有潜力的项目中 从而获得更大的回报 三言论大方 穷人可能倾向于谈论 与自己能力无关的事情 如娱乐八卦或国际事务 虽然这些话题可能有趣 但他们往往对他们的个人发展和成功 没有实际帮助 这种言论大方往往导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与此相反 富人更专注于 与他们自己的事业和生意相关的话题 他们会关注市场趋势 行业动态和商业机会 这种言论更加有针对性 有助于他们保持专注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道胜和福一直强调 在自己的领域内保持专注 他关心自己企业的日常运营 生产流程 以及与客户的互动 这种专注有助于他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 为企业的成功做出贡献 四 思维大方 穷人可能倾向于高谈阔论 但却缺乏实际行动和计划 他们可能有许多想法和梦想 但往往无法付诸实践 这种思维大方往往阻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 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执行计划 富人则更注重实际行动和目标设定 他们会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计划 并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计划 他们可能会面临挑战和困难 但他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不轻易放弃 道圣和夫曾提出实现新的计划 关键在于不屈不挠全心全意 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 是他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明白光有想法是不够的 必须付诸实践才能取得成就 五 精打细算 富人通常更注重节约 可以在生活中过得相对简朴 他们懂得权衡利弊 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有明确的价值 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 有助于他们积累财富 并保持财务健康 相反 穷人往往在小事上花费过多 追求虚荣 他们可能会陷入购买名牌商品 或奢侈品的陷阱 但这并没有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 这种金钱管理方式 可能导致他们陷入债务困境 道圣和夫一直生活的相对简朴 注重节约 他明白一分一毫的积蓄 可以为他的创业提供本金 因此他不轻易浪费金钱 而是将其投资到有潜力的项目中 从而获得更大的回报 通过理解和采纳这五种大方 人们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摆脱穷人思维 迈向成功和财富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财务领域 还适用于个人发展和职业规划 有助于每个人实现更好的生活和事业目标 六 学习大方 富人通常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 他们明白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并愿意投资时间和资源 来不断学习新东西 相反 穷人可能会停滞不前 不愿意接受新的知识和技能 这可能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和财务增长 学习大方原则强调重视教育和持续学习 通过阅读 培训 学习新技能等方式 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竞争力 这有助于拓宽职业机会 提高收入水平 以及更好的应对变化和挑战 学习大方原则可以作为第六种大方原则 强调持续学习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 有助于人们实现成功与富裕 道胜和夫的六种大方原则 为我们提供了成功和财富的道路图 这些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财务管理 还可以应用于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 通过理解并采纳这些原则 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迈向更加成功和富裕的生活 要记住 这些大方原则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需要坚持和实践的生活哲学 只有付诸行动 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希望这些原则能够启发你 帮助你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